为了让古迹也能够装上浪漫的圣诞节灯饰 淡水古迹博物馆 今年圣诞节主题为但愿心想事成 精心装点过的红毛城南门 摇神一变成了心愿门 为了要让古迹也能够装上浪漫的圣诞灯饰 淡水区古迹博物馆 换上了圣诞衣装办理圣诞期间限定活动 古博馆表示今年圣诞节的主题为但愿心想事成 精心装点过的红毛城南门 在绿意盎然的外观添上了红色金色系的圣诞食品 摇神一变变成了心愿门 我想这次淡水古迹博物馆 特地为了圣诞节这样子一个主题 我们设计一个但愿宁心想事成的一个圣诞主题的发想 那所以除了我们在红毛城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心愿门 那希望大家一进去到这个门的时候 就有一个带一个许愿的一个心情进来 那我们里面还有所谓的承载着幸福的圣诞马车 还有许愿亭都欢迎大家能够来拍照 古博馆表示淡水古迹博物馆 白天用缤纷的色彩欢迎大家 而晚上则是散烁着金色星星 祝福每一位游客都能够心想事成 而园区内处处充满了圣诞气息 红尘小铺外头的休息区装置艺术 在圣诞节期间存载幸福的圣诞马车 与许愿亭是网美绝对不能错过的打卡景点 配合这样子的节庆的活动 那其实我们淡水古迹博物馆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明年的1月1号 我们现在就有所谓的打卡送好礼的一个活动 那可上我们的脸书去搜寻我们的相关的一个资讯 古博馆表示淡水冬天有一番风味 国外历史文化充分融入淡水的古迹园区 正适合游客在圣诞佳节来走走 而历史建筑在灯光的衬托下 更显现出岁月的风华 搭配应景的节庆装序 让红猫城耳目一新 记者许端一 淡水车马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